那年初夜 橫海創辦人郭台銘 也帶著老婆小孩們 在上午的十點多 前往了板橋慈惠宮參拜 郭台銘也分享了 從小在慈惠宮長大的點點滴滴 好 這個郭台銘不僅是跟大家來分享 與慈惠宮之間的緣分 郭台銘也提到了二零一七年 請唐山師傅從中國福建梅州 請這個天上聖母來到台灣的故事 那麼他也期盼再找一天 可以請梅州媽祖再來到台灣 同時郭台銘在現場也發放了新年紅包 祝福大家 紅兔吉祥 郭台銘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 大家玩的